家族兴旺的关键,古人为什么讲究三代同堂,还是他为福气? 祸不妄志,福不徒来,更多国学知识就在国学子弟般欢迎订阅。 家教与家风的话题在当前社会仿佛已经成为小众话题了, 但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传承中,这是普及在全社会渗透到全民族,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痕迹的大众话题, 古代的家跟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的简单意义上的家是不太一样的。 以前都是大家庭,尤其是父亲那辈都是三代同堂, 甚至四代同堂,一个大家庭都二三十口人。 现在的家庭都变成小家小户,大家庭没有了。 为什么曾经三代同堂是一种社会常态,四代同堂, 五代同堂被视为家庭最大的福气呢? 三代同堂的家庭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古代, 在古代中国家族观念非常重要,家族的延续和传承, 被视为一项重要的责任。 祖辈和父辈通常会与子辈共同生活, 以确保家族的延续和传统的传承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三代同堂的家庭模式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 在传统的观念中,三代同堂被认为是一种家庭和睦, 亲情深厚的象征,也是一种家族团结和互助的体现。 三代同堂的家庭模式,它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和互助, 有助于传承家族的文化和传统, 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传递家族的价值观, 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,从而确保家族的传统得以延续。 我们大家都知道,言教不如深教, 教孩子一件事情,与其给他说一百遍, 不如亲身做一遍给他看。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孝道, 为是要传承孝道,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养儿防老, 如果辛辛苦苦把儿女养大, 但子女却不孝顺,不但不照顾父母, 还气着父母,忤逆父母, 那你生养她们有什么用呢? 还不如养只小狗呢? 所以现在城市里养宠物的老人特别多, 养只小狗又听话又乖巧, 能够天天陪伴在身边, 子女一长大就看不到人影了, 即使生了病,也不能马上赶回来。 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, 除了养孩子成本高以外, 就是因为孝顺的子女太少了, 大家都怕到老了,子女不孝顺, 还天天生气,何苦呢? 算了,还是不生了, 那怎样传承孝道, 靠学校行吗? 不行, 现在的学校只是传授知识的地方, 孝道他教不了, 顶多也只能教一下理论上的东西, 形式上的一些东西, 实质的东西, 只能由父母来教, 在家庭中教。 在学校里, 老师或许告诉学生要爱父母, 要帮父母做家务, 要帮父母洗脚, 但在学生心里, 即使做到这些, 也只会当成一项家庭作业完成, 不会发自内心地去做, 如果老师不说了, 他也就不做了。 在为人处事, 道德品行方面, 只有父母, 才是子女真正的老师, 现在有句话说得很好, 子女只是父母的复制品。 为什么? 就是因为孩子从一生下开始, 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最多, 他只会跟身旁的人学, 父母怎样做, 他就怎样学, 这就是言传身教, 潜移默化。 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, 就是一个最好的学校, 父母就是老师, 父母孝敬爷爷奶奶, 就是最好的教学, 子女看在眼里, 记在心里, 父母不用言语去教, 只要做到就好, 父母怎样对待爷爷奶奶, 子女将来就怎样对待父母, 这不就是现在人说的复制品吗? 现在人很少三代同堂, 就剩下两代同堂了, 那就没法教学。 光靠嘴皮子讲, 那能好使吗? 你自己都做不到孝顺父母, 却告诉孩子要孝顺你, 你好意思说吗? 说得出口吗? 就算说一百遍也没用, 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做到, 孩子就会想, 你都不做, 凭什么让我做? 这不是孩子的错, 是父母的错。 但现在的社会, 很多和墨学都是一样的情况, 出生在农村, 但却在城市工作, 学习, 不能回去, 而父母在老家, 又不习惯城市里的生活, 所以一家人很难团聚, 那这样的话, 就没有办法教育孩子了吗? 当然有, 我们中国人重食制, 不重行事。 即使没有住在一起, 只要心中有父母就够了, 孩子是能感受到的。 如果你心里真有父母, 常常牵挂着父母, 那你就会经常给父母打电话, 跟父母嘘寒问暖, 聊聊家常, 孩子看到就会知道在你的心中, 父母非常重要, 将来他长大后, 在他的心中, 也会把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了。 如果你天天都是给朋友, 同学打电话, 聊天, 那给孩子留下的印象就是, 朋友, 同学比较重要, 父母比较不重要, 等他长大了, 也不会理你。 俗话说, 家有一老, 乳有一宝。 老人为什么是宝? 因为他有人生经验, 起码比我们多二十年经验, 那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, 家里有老人陪着, 人生就会少走很多弯路, 老人不会眼巴巴看着子女往坑里跳, 往邪路上走, 他一定会把最宝贵的经验都告诉孩子, 而别人却不会轻易告诉你。 三代同堂最利于教育孩子, 任何学校, 辅导班, 特长班等等, 都代替不了家庭教育, 这是做父母的责任和义务, 所以说, 如果有条件, 还是尽量和父母住在一起, 能够三代同堂, 这是一个家庭的福气。 国学大师曾世强教授认为, 三代同堂是最自然的教养环境, 中国人主张三代同堂, 由老中少三代人共同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, 这是最自然的一种环境, 最合理的一种单位, 最圆满的一种结构, 中国社会之所以充满亲情, 就是因为我们有几代同堂的观念, 尤其在子女养育和教育方面, 更有诸多良好的效果。 不同于年轻父母, 要面对紧张的工作、生活、竞争压力, 老人们的心态相对比较平和, 而且老人们跟孩子更容易亲近, 他们对待孩子, 不会像年轻父母那样容易冲动、焦躁。 动不动就对孩子动手, 而是有足够的耐心。 第二,三代同堂更有利于借鉴养育经验。 在养育子女的方面, 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向长辈请教, 才是最安全的。 一般来说, 大部分老人们已经成功地带大了年轻父母这一代, 所以他们在抚养和教育小孩方面, 有足够丰富的实践经验, 对于小孩各阶段的发展特点也更了解, 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保障。 老人们可能缺乏知识, 但他们更富有实践经验, 我们都是由父母抚养长大的, 为什么在自己的子女养育问题上, 不首先向自己的父母学习呢? 第三,三代同堂, 能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。 年轻父母忙于奋斗拼搏, 可能陪伴孩子的时间并不多, 当父母不在孩子身边十足被对孙儿辈的碍视任何育儿机构, 或者保姆无法替代的。 他们乐于为孩子奉献, 为宝宝提供最好的心理支持, 更能给宝宝带来足够的安全感。 三代同堂其乐融融, 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。 第四, 三代同堂, 更有利于传承家风家教。 三代同堂更大的作用在于子女的教育方面, 中国人常讲身教重与研教。 教育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做给子女看。 有据智礼名言说得好, 欲尝甜果自己重, 以重苦果自己尝。 一个家庭的家风家教子女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, 我们不必刻意培养孩子妖孝顺, 只需对长辈足够关怀, 孩子自然会放在眼里, 而如木然养成习惯, 孩子就会懂得自己将来怎么对待我们。 央视公益广告, 孩子看见妈妈给祖母洗脚, 回屋后摇摇晃晃端了一盆水要给妈妈洗脚, 这便是身教的影响。 三代同堂是为了身教的方便, 实际的动作比口头的道理更有效果。 不需再去喋喋不休地讲什么是孝道, 这才是三代同堂的意义。 第五, 三代同堂更有利于孩子适应社会。 社会有老、 中、 少组成、 家庭中组、 子、 孙三代同堂便是社会的缩影, 三代同堂虽然免不了会产生一些小矛盾、 小摩擦, 但这恰恰给孩子提供了一些走向社会的演练经验, 孩子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看法和思想,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显然是利大于弊。 另外, 祖辈身上会更多地保有着传统的优秀中华文化和美德, 由他们参与教育孙辈。 宝宝们不仅可以接受先进的文化的熏陶, 也有机会更好地传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美德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往大城市定居, 而随着房价的急速攀升, 二居是一家三口勉强能住, 三代同堂几乎是不敢想的事情, 想要坚持三代同堂的确存在诸多困难, 但是就算一家人不能住在一起, 只要能够保持三代同堂的精神, 有一颗三代同堂的心自然就三代同堂了。 祖辈尽量离父母近些, 经常联络, 常去探望, 彼此关怀, 这些都是保持三代同堂精神的做法。 中国人是注重人情关怀的民族, 一旦心里没有, 嘴巴再甜也是虚情假意,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父母放在心里, 我们的孩子才有可能把我们放在心上, 倘若教育没有达到让孩子把父母放在心上的效果, 那么孩子有再大的本事也是失败的。 三代同堂是最符合自然, 符合人性, 适应社会传承规律的教养环境, 我们离三代同堂的幸福家庭, 差的不是一套似是两厅, 差的是一种传承与包容的精神。